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司復 经过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周末 回来看市的时候 先看了美股 上周五 美股三大指数都是未升 道指升0.1%报移民6403点 纳指升0.1%报移民7962点 标普500升0.6%报移民2926点 截至上周五 市况方面似乎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在美股方面 只是0.1%左右 动态上没有特别要提升 尽管用纳指来给大家一个全照片 究竟是阴定阳呢 是大成交、小成交 还是怎样呢 似乎继续困死在一个环境区 上方五十天线 虽然没有得试 未至于强度上到五十天线 八零四七 但是明显上方 就有齐的顶 下方就有齐的底 似乎指数方面 都是欠缺一个突破的力量 是啊 美股就没有什么力量 恒指方面 上周五就出了终极死亡交叉 50天线就跌穿了250天线 是 不过恒指虽然是死亡交叉法 但是开图来看 仍然困住了 又弹不上 又未跌得下 虽然整体是偏弱的 是啊 包括了 今天 现在都轻轻报一报 开市的指数 恒生指数的低开96点 去到25627点 仍然都好像在最近的位置 下方就大概256 257附近 前周和上周初 星期一的时候 裂口的顶底 顶在266 所以就好像上周五 上周五高开低走 都是这400点 呈现了一支 用阴烛来补下跌的裂口 是啊 很多的蓝炒股 跌幅就比较严重 有不少就特别是地产 已经出现了一些终极死亡交叉 如果本地因素股份 你说未出就只有领展 因为本身一直在高位上强势 所以相对比较有回落的空间 其余都相当弱势 也继续 有新鸿基 二女人 本地地产 零售 大家都看到 在过去这个周末里头 市场的乱局 进一步深化了 所以相信商场 餐饮等各种东西 都是很难捱 大家要关注 本地概念因素 那些板块会走得差一点 不如我又引一个 叫做本地点 看看今天有什么板块 上面会比较跑输一点 这不是本港 而是澳门方面 因为今天是9月2日 除了开学日之外 澳门公布了8月份 赌收 博彩收益方面的数字 今天在市场上 会作出反应 赌收 提醒过很多次 今年由年初到现在为止 这么多个月 七个月内的数据 有六个月都是没有得炒 要向下 只有一个月 数据都是跌 但是股份可能 禁调遇着好市 就叫做蛋一蛋 今次又出一个差的数据 8月份的赌收 按年收入减少 8.6% 去到242.62亿澳门元 是顺于市场的预期 因为市场好像花旗 较早之前是估计265亿澳门元 现在是242亿澳门元 另外 摩根大通 即是JP摩根 是估计跌4至6个百分点 跌到现在跌8.6个百分点 所以 似乎数据相当差 有机会拖落今天一众的豪赌 尤其是金沙银鱼 Caf想问银鱼如何看 8月的赌收欠佳 看看开市位 已经低了2% 报告48.1% 其实他本身已经在 之前穿一穿底 就弹回上来 弹两弹 似乎有坏消息 又没有力弹 有机会再继续下去 嗯 没错 近来 都在大台50元位置 见到大佐力 我看 没有货币就不要买了 数据上不太好看 如果想放置 我建议你再等一样东西 例如早前 这些位置 47.05 如果现时营造一个双顶隔角 穿上一条颈线 47.05 这样便可以放置 或者做得红 向下 看起码 破底位 例如像之前 44.3 44.3 有可能还有目标价 5月份 6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个底46 那些一组都穿上 所以穿47 就看44 好 赌股也是偏弱一点 双数据 顺便说 金沙雅五画图 顺便告诉大家 开始表现是低 1.5% 去到35% 也是低开一点点 没错 除了赌股比较弱一点 上星期油股出了个业绩 几好 没错 三个的也弹 达两弹 今天也再跌 低开1% 报11.5.4 其实油股已经跌了很多 在非常低的位置 但油价其实继续跌 WTS原油期货上星期五 收跌1.61美元 跌幅2.8% 布兰特原油10月的期货 跌1% 油价也继续低沉 之前已经穿底 继续下去 油股也比较难 去大幅度转小 有点反弹 只是反弹 不是转小 883中海油 某历那个位置 是乘机上长 页色上固灾的可以 有些人会贪掉页色 但我不建议 最重要是看住价格 如看中海油 上过交易日 比较好炒的时候 高位当日见过 最高是11.94 跟较早之前8月14日 有个12元的位置有少少迟 大家就自己留意着 8.83中海游 这个位置12元有机会成为一个很明显的阻力 上周最高见过11.09市 当时已经冲过就已经冲不穿了 所以后市就纯粹是给一些坐艇的人 看看有没有机会亲犯但同身 不是就没有货就去买货 说开能源不如再说一个消息 先去广告 这个短短的 958的华能申能源 原来提出一个控股股东私有化计划 原来作价在多少 有一个作价出了 我们看到有一个私有化的消息 多少十亿股 未见到错价 现在就提出未必落实 不一定会进行 那不就是靠股 如果是靠股的话 现在这个价价也是靠股 也不知便宜还是贵的 也不知怎样升 现在股份方面已经大幅高开 目前高开20%到百分点 2.6毫 追追真的因为没有根据 不建议追 因为连作价也不知 同时有货的朋友 就持有注 但要慎防一些比较显著的阴烛 这些要投意 暂时前顶是2.57 现在开市突破了前顶 不是一定没得升 只不过是很难去确定 因为它没有足够 现在还有半分钟开市了 去一去广告 稍后我们一起开市 稍后见 回到节目时间 恒指开出之后 暂时都是维持着百多点的跌幅 跌114点 25606点 我们先看看一些过股 看到成交额榜上 有两只都比较移动得厉害 有只演周煤就升13% 另外还有跌7%的新澳能源 不如先看好的先 好的先 演周煤 对 没错 为何涨那么多呢 刚才我看到涨了一成半 是的 其实升幅就收窄了一点 现在只剩13%的升幅 公司方面上周五市又出了业绩 上半年顺利升23% 就升到53.6亿人民币 其实算是好的业绩 再加上早前已经有一些 七月的煤炭产量 增速是12% 就创了近年的新高 不过虽然今天开得高 但其实都是现一个小阴烛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就不适宜去追 没错 高开就必须要审慎 究竟是否会低走 因为如果高开低走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大意思 业绩方面又这么说 近日如果你说梅股业绩 是否真的很好 或者是这么刺激 或者是否猜不到 较早之前的198中媒能源 他们都一早上升了 结果 就远周媒现在出了 我看就是说 有个不排除行业方面 有些说法就说苦尽这么久 但亦都这么说 未必说真是 很值得大家展开一个圣浪 还有还要说这件事 这个叫现金红利 就是发放现金红利 每10股就派10元 我觉得这个是远比业绩方面 最主要解释到股份 为什么会上升 每10股派10元 这里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现在是2000股的话 2000乘10元 是否这么夸张呢 大家就自己留意一下 我这个真的要先计算 就是因为就派 有没有这么刺激 但是当然在股价上 现在升14元好像不合比例 我认为是个特别色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先描描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接着另外 刚才看到有只新澳能源 跌得比较多 刚刚过了一会儿 跌幅又旷阔了 跌8.7% 跌81.6% 这一只 其实就之前都说 走势就挺好的 现在这样一下就下跌了这么多 看看消息面方面 公司就发了通过的 就说以控股股东层面重组 豁免遵守强制性全面要约要求 就收到的控股股东新澳国际通知 作为重组的一部分 新澳国际和全资的子公司 精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已将两者共同持有的 全部3.69亿股的公司股份 占发行股本的32% 转让给一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新澳生态控股股份 新澳国际和买方 都是由公司的主席和执行董事 王玉所先生控制 所以买方收购公司股份 就不会令到买方有义务 公司股份作出全面收购要约 公司董事就注意到 现在还是一个初步阶段 会否落实就不确定 就会适当时就会按上市公司规则 就要求刊法进一部公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样看法股价 这样的话 其实市场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 似乎比较负面一点 但就这样看下去 其实究竟新澳国际和买方 都是由公司主席控制的 究竟内部的重组是未清楚 但市场对于内部重组似乎可能有些忧虑 是否作价各样的东西呢 是的 其实这个东西是未有的 市场可能担心自己买给自己 不知道会是一个好价 都是相关的 其实都是主席控制的 这样的话可能会担心价会否好 现在就一开始就已经大阴下来 跌幅 到刚才开始位置就降阔了 跌超过8%近9% 如果以这个图来看 你说要去到一个支持位置 首先是50天线 因为现在暂时也未穿 跌跌80.6% 正正就是50天线 80.61元的位置 刚刚跌到这些位置就降阔了 除此之外 前面有一个支持位置就是78元 前几天 跌开在78元之后 又开始就剪了一个升浪 是的 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有货的就看看 因为具体的名势 都是未有的 是的 所以这里我只可以 跟大家再一次建议 就是看着市场的反应 经常都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在具体的名势未出现的情况之下 不要让它恶化得太差 用那个图表来做一个基准 让大家去决定如何走位 这只股份以致一众的燃气股 包括三百四中国燃气 最近的走势其实是不差的 是的 不过这次的因素 我相信就应该不会影响到其他同业 今天三百四中国燃气 只是轻微 都是跌1.2%的 所以我想大家暂时是观望着 这只股份如果是因为这些原因 叫做不确定的因素而下跌的时候 暂时就不要心急去捞住 因为我想很多一些 影响到我们去做决定的资讯 现时都未有 等到真的了解清楚才去做 好 接着再去讲多一点 再去讲多一点 刚才171 其实我都 因为老实说 煤气股份 过往就是 因为煤 煤炭股份 已经很久都没有人关注过 但是 就无端出了这样的消息 都尽管去留意 去将我 到现时为止 少少understanding 去告诉大家 公司方面出了份业绩 收入顺利 大家就自己留意 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 就是10元人民币 10元人民币 真的相当于16利息 市场上 就很可能 就在这里 会有个兴奋的反应 但是 A股现在 远周媒的A股 股份 其实就已经是 涨停板座了 600188下 600188下 上海挂牌 就已经涨停了 升10.0个百分点 10.53人 至于党股方面 现时都仍是受困 在药膜1成半左右 升幅7.87元 所以 有货的 我跟大家说 恭喜 没有货的话 当然 今天就很大成交 走上来 不过 高开之后 现时暂时没有什么 向上向下的动态 叫做收服下阴族 现在先观望 未必说一定要怎样追 对 追就暂时 暂时就不好了 好 我们就看看其他 大家想看的国股 Ken就说 2319 多少钱可以进入 公司出现业绩之后 两天 跌了两天 今天都是低开价 开是31 亦正正在之前提 支持位置就有少少的阳烛在这里 我觉得 如果现在开在这个位置 后市看到 继续保持有阳烛有支持 我觉得是可以 就马日 不过现在 起码观望上午先 没错 就算是买的话 我想你不要一次过 扔下去 压分注 30.9号半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支持位 现在暂时站稳 但是要慎防一件事 就是说 企稳不代表 真的会上升给大家 可能当那个业绩 令到市场 是这样的失望 而这样沽下来的时候 下跌会先变成横行 先变成上升 我都说要跟大家去对 其实都算同业 有少少内需概念 345 维他奶 当时其实都可以 在经历了一种 就是一连串的沽压的时候 稍为稳妥 出一下羊竹仔 这样的情况 但是似乎 就形成不了任何一些升浪 反而后市 不要说特意震 因为这下午 其实就跟大市 很大关联的 七月未八月初 整个市都下跌 不关他事了 后来他也都稍稳了 但是可以说 连续两个半月 其实他都已经是 在大概三十六、三十七元这些水平 那蒙牛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所以就跟大家说 2319 如果你现在立刻买进去 不只是说怕输钱 还怕会不会浪费时间和机会 因为始终你扔进去的时候 就算不输你钱 可能他会换回一个多两个月 都未停的 对 暂时刚才也有个洋竹仔 现在就变回一个十字星 所以都是 看一看 看看是否真的 这个位置有得弹才进入 没错 自己小心点 然后KF就说 开始已经比他想象中理想 原本雨跌至四百点 是的 我也在想是否今天会 市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暂时又不是 跌幅就收窄了一点 刚才就说低开过八点 现在就跌着九十一点 报二万五千六八三十三点 但都建议大家 就不要太过掉以轻心 始终市场上面 都还有很多阴霾在这里 尤其是本地方面 即管掃一掃 譬如16、17那些 一样没有运行的 虽然今天 还有些蓝筹是有得升幅的 16号新鸿基地产 暂时跌近两个百分点 去到108.9 而且也会逐步挨近前底 亦受制于20天线 亦容易跌难升 新世界亦跌近2.9.61% 似乎始终影响仍有阴霾 66号港铁 亦是市场的焦点 66号港铁 刚刚流川 跌1.6% 前底45.1毫升 刚刚又跌倒了 还有留意 股份在对上一次 8月中的时候 就一度做到反弹 当时其实未曾使试条 250天牛熊分界线 今天低开之后 已经正式穿越了 250天线 那条线大概就是这样 那条线是$45 齐头 因此报价是$44.65 刚刚穿了250天线 如果穿线的强势公用股 还有煤气 亦都穿了250天线 穿了之后 亦都继续下走 现在就报价14.92 跌幅是1.4% 所以说 草股也不要心急 是呀 现在就不要买了 我看到刚才有朋友 想看是否继续保持 我觉得保持都可以继续保持 但就不要混购了 是呀 当场渣都不要心急退购了 好了 现在9点45分了 恒生指数的跌幅 都是维持在大概100点 25624点 都仍在列口位置守住了 上证指数有得升 可能这个就是 暂时港股 不用跌那么多的原因 上证 升价8点 2894点 刚才看了 Erik 也说 18.7有货怎么办 都算是一个高位 这样呢 刚才也是说 可以继续保持 不过继续保持就不好了 哇 都真的挺高的 先继续保持 现在都是长渣的了 好了 节目到这里为止了 11点45分 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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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